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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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南大學陳教授還有你剛講師大 等等老師們非常用心跟我們團體開了很多次會 結果是我們陳次長主持了 老師們也自己主持了 之後林次長也主持了 那形成了這個研究規劃的一個推動的報告 但是我現在沒有看到教育部動起來 其實我跟委員特別要做說明 其實動起來了 我們不但是在這些領域 從戶外教育的這個概念來看 就是環境教育山野海洋這些相關以外 我們甚至讓我們的管所也有一個全面推動的計畫 因為去柯伯館 你後續怎麼動起來 我這邊具體喔 這個部長我們戶外教育理念我想非常清楚 就是我們的孩子要走出教室外 我們現在大部分學育都在教室以內 那你看我們也有研究報告顯示說 我們的孩子們在課後接觸戶外的時間 平均只有30分鐘 但是盯著螢光幕的時間 3C產品等等 高達這個 兩個小時以上 這個 20個小時以上一天 這個相差了四十幾倍 在教室以及回家以後 跟我們到戶外時間 三十分鐘是相差了四十幾倍 所以我們孩子接觸我們的 這個社區接觸我們的生態的時間太少 所以戶外教育最重要的是說 不管你是透過校園的角落 社區的部落 社交機構 特色的場館 休閒場所 山林溪流啦 海洋水域啦 進行這個自然的探索或社會的 踏查或文化交流 最重要培養我們孩子的人文關懷的素養 跟生態這個環境的倫理啊 讓我們這個孩子長大以後 我們社會會不一樣 所以這樣子的 所以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國家級的政策 沒錯 所以教育部你要怎麼樣 有具體的組織 繼續來推動 所以校園的這個文化的這樣的行程 它需要一段時間嘛 並不是說我們說了做明天就都到位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們現在有一個先有一個宣言嘛 這個宣言其實已經出來了對不對 就是馬上會定案 接著我們相關的這個研究的 就是未來推動的方案 年底他們也告訴我 12、25號會出來 在這個情況下 我想過去我們做的這些事情 至少讓這些組織準備 我同時也願意說 五大系統也要進一步的建制 您剛剛也談到了 你明年你都講了 但是這個規劃報告裡面最重要的是 教育部的推動機制 教育部要成立一個戶外教育推動委員會 這是我們上次拜會你就講到 希望成立一個推動的平台 讓我們部裡面自己的單位 還有我們各界專家 一起來 來擬定這個戶外教育推動的方針啊 另外也希望教育部去見請行政院 成立一個跨部會的協調平台 為什麼要跨部會 部長其實以前 我們在親府會推遊學台灣 教育部推在地遊學 文化部推這個什麼文件會走讀台灣 事實上都發現跨部會很重要 像我們要走到教室外的這個場域 其實包括我們內政部 農委會林務局文化部經濟部交通部都有關 要到我們的國家公園到社區到風景區到休閒農場到我們的這個觀光工廠等等文化場所都需要跨部會動起來 所以需要行政院成立一個跨部會的協調平台 我想我想 這兩件事部長你能不能承諾 我可以承諾其實這個就是在我們的報告裡面其實都有 所以說其實很謝謝 報告裡面我沒有看到你 謝謝有啊這個行政院的平台 我們來教育部的推動戶外教育委員會 直轄縣市的協調平台 教育局處 一直到其實各個層級的相關的這些規範 我想我們都基本在這次的報告其實大概都做出建議 你能不能多少時間內成立 進一步我想我們就會去在教育部的這個 多少時間內教育部成立戶外教育開動委員會 因為他現在事實上12月25號就會有一個完整的結案報告 完成以後我就會在這個基礎上面最最快的速度就會來進行 今年底能不能成立 今年底才這個結案嘛 今年底讓我們明年就啟動籌備跟啟動年配嗎 教育部這一塊可以最快啦 你可以明年新希望嗎 我們就大力的宣示這麼一件好事可以嗎 教育部的這個委員會我們可以最快成立 然後因為我們事實上會在今年的局數長會議二月的時候 會進一步請局數長往下去做擴散相關的一些處理 對 向下的到學校老師這很重要 所以我也建議教育部請這個國家教育研究院 即刻開始去研你戶外教育跟我們學習領域課程研發的協作 也就是教案的方針啊 因為老師需要這個教案的協助 老師也需要培訓 那當然老師也需要後勤跟安全系統 孩子們帶出去的安全不能有老師一人一肩扛嘛 所以這些都需要 所以教育部能不能再責請我們國教院來進行 是 這個本來也是 這個其實也是其實課程發展的系統中間的一個環節嘛 課綱怎麼放這些怎麼相關處理 這個沒有問題這個也就是我們在五大系統之一 我們委員會的這個啟動可以就是最快的速度來進行 那麼三個月內 部長你去爭取行政院成立跨部會的協調平台 跨部會這邊我想也是努力的來做啦 好 謝謝 部長再來有關學費我們已經質詢你非常多次了 你口口聲聲跟我們委員會說 你會來進行反這個解決反重分配的問題 但是我們現在看到這一波 今年底是不是送到教育部要申請調整學費的是哪些學校 其實我跟委員特別說 雖然媒體持續都做報導講了五六所 可是我也跟委員特別說沒有任何一所送進到現在為止 送進了任何要調整學費的方案 所以到目前沒有送進來 沒有任何一所送進來 好 那我請教部長結案的時間截止日期什麼時候 我們結案的時間大概就是在最近這幾天 這個禮拜 什麼最近這幾天你 就是14號嘛 你的公文一定有個時間嘛幾號 13號 13號嘛 就是兩天嘛 所以沒有送進來下學期不調整 就對明確 你在這邊能不能宣誓因為 我們看到的要調整都是私立學校耶 我們已經 這個部長你已經承諾要所謂解決反重分配 是 我們都知道有八成以上中低收入戶家庭 這個就是私立學校 我也試圖提出一些方案 可是在大院這邊其實不讓我有這個機會 可以比較有系統大家透過 不管是辯論或者討論讓他寫 部長 你講這句話錯了 是 本席特別來衛教育部開了一個委員會的公聽會 然後你自己沒有來 可是我想 然後我們公聽會 我到大院來做報告的時候 其實大院不准我報告嘛 是不是我想這個也是一個實際的情況 我們這個學費已經談了很多次了 是 談了很多次 所以說我想我們還是在哪裡清楚 我們公聽會也做了很清楚的決議了 部長 我們公聽會的決定是希望教育部召開 高教改革的國事會議 教育國事會議 你所提出要四十六項鬆綁的政策 你沒有經過社會的討論 是不可能推動的 我們其實任何的一個提出來的想法 其實都跟社會要積極的互動 也謝謝 當然在立法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 我們其實都透過公聽會 那是不是當然進入仁義啊 這個我也不敢特別這樣講 可是我們不可能說提出一個方案 都不做討論 然後就直接送到立法院來 這個其實是應該是從來不會交化神的 部長我們現在跟你談的是說 是 這個現在高教最嚴重的就是這個 反重分配的問題啊 我也願意很認真的來看待這個問題 所以最重要是青年貧窮化的問題 十六年以來薪資沒有調漲 我們在月收入三萬元以下有將近四百萬人 這個都是很不理想的情況 我們的家庭要支持 我們現在繼續往上漲的學費 是雪上加霜啊 讓我們的這個階級流動未來 會受到這個學費政策的影響 會擴大屏幕差距 其實 這是我們最核心關懷的問題 這位委員我想學會政策 調整這個當然是一個很大的事情 其實它有很多面向 是不是反重分配 是不是對於弱勢的協助這部分 其實也在裡面 我相信它是一個 不是只是因為漲了這件事情 就沒有反重分配 我相信必須 不要說全面的鬆綁 然後就是拿出一個說 補助弱勢協助弱勢 這樣一個籠統的一個政策方針 要來做配套 我totally不贊成這樣的一個政策的思維 這個其實不是 它應該有很多面向 我們已經重複跟你講很多次了 是我也 我也希望進行調結構 大家不給我報告 結構性的改革 是我也願意看到 我希望你去召開這個教育國事會議 好好的跟社會 我們會積極的拜一些相關的會議來做處理 謝謝 你的公聽會受到很多學生團體的這個 呃 反彈 我希望其實學生應該積極的參與 而更不用反彈 是討論的 你都有既定政策了 你的公聽會就成為背書 絕對不是 絕對不是 學校教職人員退休條例 希望把任內校長要連任的退休年齡延長到七十歲 當時我們質疑教育部因人設施 因為我問過當時在做的所有的校長 就是只有一位校長 他在任內即將滿六十五歲 然後部長你承諾我們要回去研究對不對 是 所以你回去研究的結果 我跟你講 其實我們絕對修任何的法 絕對不是用某人條款來看 其實那個時候你問的那個時間點上 實際上也有好多位 即將是要 如果不延長會退休 所以絕對不是針對單一人 我其實如果看這整件事情 對我來講 如果把人的因素排開以後 應該是看待說這個人是不是合適 而不是用一個年齡來做規範 我願意其實這樣來做思考 我當時調查過 事實上就是一兩位 我也不願意在這邊再指明了 但是部長我非常提醒你 當時我們質疑的就是說 這個條文是讓現任要連任可以到七十歲 他並不是公平的開放給 所有願意當校長的人 退休年齡延到七十歲 他本身就是一個因人設施的條文 我今天看到司法法治委員會 我們也有委員提出了這樣的一個修正條文 本席在這邊 我要再呼籲我們的委員 這個條文 部長你已經承諾要收回去重新研究了 應該這樣說 我希望我們做任何的修法 或任何的處理 絕對都是通案的 絕對不是用針對個人的 因為他的特殊因素 因為那樣是不合適的 所以說我想 這個必須很明確地來說 周翔的這個研究 我們是認為不宜輕易地來修正這個法 我想我們在這邊要表達這樣的一個 其實大家也可以知道 我們現在其實在六十五歲以上 其實大家都非常健康 而且其實各方面的腦力 各方面都非常好 我們應該是用一個比較通案 通案 你就回去研究一個 你回去研究你的方案 我不希望針對個人 我希望他是一個通案的 但是你就是針對現任者啊 部長 你現在就是針對現任者 其實你如果真的是這樣去做質疑 你會發現 好 那我請教一部現在立刻 把現任校長的年齡 我可以告訴你 把清單送出來 其實新校長都已經選出來了 我們待會 待會兒處理法案 需要這樣的一個資料 您原來思考的這件事情 其實新任 我相信其實好幾位 新校長都已經選出來了 好 請教一部 現在部長 你回去請同仁 立刻把校長的年齡送出來 校長的年齡送出來 我要把每個校長告訴你他幾歲嗎 所以有好幾位嗎 我們看看可以用什麼樣的方式 我們可以做一個統計的方式告訴您 因為今天有這個法案 在我們的聯席委員會裡面 我們必須要避免因人設施 所以我本席認為 今天不適合討論這個法案 謝謝